这个选戏 日后就要投票 还是要来特别拜托你 来支持我们的胡志强 选举倒数即时 立法院长王金平 25号这天南下台中 来到胡志强的竞选总部 亲自打电话催票 要台中市民挺胡志强 看得出来两人好交情 不仅如此 十多位的立委助选团 声势更是浩大 北中南大串联 力挺胡志强连任 累积过去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希望 再度的能够到此 一方面来向 这个选民们来请安问好 二方面来请托他们 我们的期待 当然是第一 巩固既有的支持票 第二呢就是要争取 更多的中间选民的这个票 好友们来到现场 对我是一个最大的鼓励 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赢得这个选举 不然就会辜负他们 但是让我跟你保证一句话 绝对不会辜负你们 一定也要喝不喝 蓝营立院大团结 希望巩固胡志强的市长宝座 不过对手林佳龙 却也在这天丢出震撼弹 选前四天与彰化县长后选人魏民谷 联手辞去立法委员的职务 并且表示不论选举胜败 将不再参加立委补选 背水一战 似乎是已经做好执政的准备 今天就会把辞职书 递送到立法院 来宣示我们的决心 那么我们也呼吁所有的支持者 离选举投票只剩下五天 请大家全力来投入这一场 关系着中央扣跟台湾未来的 关键选举 林佳龙抱着破釜成州的决心 选前辞去立委职务 胡志强总部表示尊重 但也未曾投票给林佳龙的选民报区 而这样举动是否会对台中市长选情 造成影响 这个周末答案就会揭晓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 第二条